飞弹发射升空 中国近来导弹数量不断增加 核武威者能力提高 外交部长吴钊燮就透露 台美双方已经在沟通 该如何防范中国的核武威胁 向美方提出香港对台进行的核武保护 关于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 就这个议题的讨论的话 不适合我在这边来做说明 吴钊燮低调不多谈 毕竟核保护伞的意义就在于 若有美国的盟友被核武攻击 美军就会使用核弹反击 就目前来看像是北约各会员国 日韩澳洲等国家都在核保护伞底下 台湾若真的加入战略意义格外重大 宣传的意义大 政治的动作大 选举的考量大 军事的意义是没有 或许我们的核武威胁 不如日本韩国这么直接 但是我们确实也会面临到 一定程度的核武威胁 但若两岸开打真的会爆发核战吗 先来看看中国动用核武的三项原则 首先是中国永远不会先使用核武 再来是绝不会攻击 还有威胁没核武的国家 换句话说 台湾被丢核弹的几率 其实非常低 中国大陆他不会对台湾使用核武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才140公里 你打到台湾来打核武不是对中国大陆用核武 透过这样子的保护伞 让这个对手国很清楚的知道美国的战略核武 只是中国之前也列出对台动武条件之一 就是台湾获得核武器 假设台湾被纳入美国核保护伞 中国是否扩大解释 以此为借口对台用兵 台湾得谨慎应对 华语新闻吴指恒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